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剛剛我說這個老奶奶是很有智慧 笑口殘開對不對 跟媳婦之間沒有衝突 那你說討厭的呢 媳婦也麻煩一起開開智慧 媳婦跟先生找我去看陽宅 那房子也很漂亮 也是五六千萬的房子 那該建議該規劃的都講了 但是一個原則 只要講到婆婆兩個字 媳婦就 就會很緊張 因為這房子是婆婆買給他們的 針對這個房子的擺設 不能動一磚一瓦 甚至於有任何宗教色彩的 也不能擺上去 包括這個東西是婆婆送的 擺這邊都不能移 有些東西是稍微要移動一下 會比較好 他們也是非常的害怕 那反觀 這個就是 額是比較好的媳婦 那以前我住在我岳父家的時候 他們住在六樓 我住在四樓 那他們家的房子 也是岳父也叫大家說 一根釘子都不要給我釘 那我也是很長眼睛的人 住在別人那邊 就是一草一屋都不敢動 就算要動的話 要經過報告 尺寸為什麼要動 是為小孩子怎樣 經過報告之後才能夠跟動 這不是... 這是應該尊重 人家給你防得住 所有的媳婦 如果公婆很厲害的話 帶給你生活上的痛苦減少了 物質生活的降低了 你就是要稍微要 演個戲也好 要尊重人家 要了解 那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說 長輩不要跟他拿這個錢 這是我的看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孩子正需要 對... 那而且你長輩有收入 是 這樣子 那... 因為你如果是一百八十萬 他一年會把他拿走二十一萬六 就剩下不到一百六十萬 那他... 當然這個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說他... 到底是租房子 還是已經有房子了 他一個月能存多少錢 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長輩子如果有能力 其實是不需要跟他們拿那個錢 對 其實我... 因為我現在三個小孩 都已經要進入社會 已經兩個在賺錢 然後另外一個已經大四了 然後我跟我先生也在面臨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跟小孩 拿孝心費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討論的結果就是說 其實你跟小孩子拿那個孝心費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小孩子他現在就... 正需要 正需要 其實年輕人他就是要 你有錢才會有膽 他可以去實現他的一些夢想 所以我們就說 其實你不要為了說 覺得好像小孩有給你錢 然後你就覺得好像很孝順 其實你不應該是用這種去衡量 像我覺得像家庭 其實是一個孩子 最後一個 就是防護的一個靠山 那你不應該像公司那樣就說 你規定說你一個月要給我多少錢 好像沒有一點談心 這三個小孩如果他們說 上班一個月給他拿像這樣 拿三萬 一個月九萬耶 對 但是其實那些錢 對我來講 你也不需要 你那麼有錢 我以後可能也是要回饋給他們 不如說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有跟小孩講說 你只要大學畢業的第一天起 就不要想再跟家裡拿錢 所以其實他們都有這樣的共識 就是說他們快畢業的時候 都會很沾沾經驗去找工作 那事實上我有個朋友他就是說 他有話 那你以後怎麼沒有給孝勤費 你怎麼知道他們孝不孝順 其實孝不孝順 像我以我自己來講 像我爸爸媽媽是滿窮的 那我們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也沒給孝勤費 因為我們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還我們的助學貸款 但是其實我們每一次就是說 包括過年過節 還有爸爸媽媽的生日 那我們每次都是給一筆錢 其實那個錢 你都已經就超過 那個所謂的孝勤費了 就是說 很大筆 就是你比如說你過年 你可能給爸爸媽媽 可能一給就給個十萬 對不對 那就是說我意思說 就是那你如果這樣子 你一個月給一萬 那其實就超過 那你還有爸爸媽媽的生日 還有他的逢年過節 所以然後像有時候 我媽媽來我家的時候 我就會拿個一萬塊給他 那他就很高興 所以我媽媽好像常常來我家 他好像會說 那個滷肉要滷肉給我吃 要拿什麼東西給我吃 然後他常常來 那來的時候 我可能給他三千五千 那我覺得他就會很開心 說實在其實老人家 他不會一定要拿 他不一定要拿 但他會覺得 你就是有這樣的心 而且他會覺得 這是驚喜 那如果你每個月給他 那你說二十五號給他 等到三十號 你還沒給我的時候 當然他心裡會不會想說 這個月怎麼都沒有給我 所以我身上我覺得 就是說我的父母 他們其實 就沒有跟我們要孝勤費 再不給就告到勞工去 就跟你講 那我最近有一個case就是說 其實就是我爸爸 因為他的兄弟都過世了 然後他們就是彰化有一塊 就是小小的地 讓他們賣掉 那就分一點 其實我爸爸就分到一些錢 那分到一些錢 然後我爸爸就說 要給我們四個兄弟姐妹 那其實他給分來的錢 其實是很少 我們其實也不需要 那我妹妹弟弟都說 不要跟爸爸拿那些錢 那爸爸媽媽最後還是會要給 對 可是我爸爸就堅持給 那我先生就還滿有智慧 先生說你爸爸 他辛苦了一輩子 他要給你們錢 這是他的心意 那你們應該要就是說 接受他嘛 那你就可以把那個錢 拿去買什麼台積電 然後以後如果你賺了錢 等到爸爸 如果爸爸媽媽要看醫生的時候 家裡的聚會什麼 都從這個帳戶去出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的孝親費 是出於自願的 那我覺得你當然是可以拿 可是如果就是 不要硬性跟小孩規定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他的先生 就突然心肌梗塞走了 然後他很辛苦的 撫養兩個小孩長大 然後那個小孩子 也看到他媽媽是很辛苦的 所以這個大兒子一畢業的時候 就跟媽媽說 我一個月要給你多少錢 那我覺得這個 你就可以拿 因為他是出自於 他真心要給的 不是說硬性規定 像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說 他因為他想要住大房子 又想要把兩個小孩 都圈在一起 所以他都規定 小孩子一個月要給他兩萬五 你想想看 小孩子一個月 才賺三萬到四萬 你給他兩萬五 雖然你是說 你可以 你等於是 住家裡 五千是存股 一萬是要付房租嘛 然後雖然你是住家裡 可是小孩子心裡就很 很不開心 他就覺得他媽媽在壓榨他 所以我是說 其實這個 感情不那麼好 對 這個消息可以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出自於內心 要給我的父母 那我覺得 父母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媽媽硬要 父母硬要跟小孩子要錢 我覺得這樣不是一個 當然說如果我們 如果今天我作為父母 我有生活這種困難 我相信我的小孩 一定會挺身而出 你自己養的小孩 你已經知道 但是你不用在這個時候 跟他要錢 你的小孩會看這個節目嗎 會 要看啦 媽媽說不用護 沒有看 我會把連結貼給他 那志偉呢 我覺得就是 我是跟我 我跟我老婆講 其實說 我們以後沒有要靠小孩的 我們就靠自己 所以我也跟我兒子說 你 你這樣說吧 我知道啦 因為要讓他有點責任 對啊 所以我是跟我太太這樣講 但是我跟我的小孩是說 現在沒有什麼養兒防老 但是爸爸當然希望你有錢 以後要照顧我 我會是這樣跟他講 可是我並沒有跟他說 你要給我多少錢 那我兒子就會說 爸你放心 我如果賺錢 我要買一台 老師來師給你 我要讓你住很好的房子這樣 那你聽了就很開心 你聽老師來師 一隻多少嗎 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講 在台灣大概兩千五 他就講來讓你開心嘛 對 那因為我覺得啦 我們的下一輩 就是可能 就是說二零 二零後的 這些小孩 他們可能 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活 就過得很辛苦了 對 那所以說 我們這個五六年級 四五六年級生 就會比較有那種 我要給孝親費的這種觀念 那像我媽 我是覺得我媽生我這個兒子 是很CP值很高啦 因為她養我到國中嘛 對 我就開始工作了 我就打工了 我就沒有 再也沒有跟她拿錢 我的學費 我念專科大學研究所 然後我一路下來 我都沒有跟我媽拿半毛錢 那以前我在打工賺的錢 就是全部薪水來就交給媽媽 因為媽媽就說 你放心 媽媽不會給你花掉 都是幫你存錢 那所以當我 奇怪 拿給媽媽存 跟自己存有何不同 媽媽怕你會亂花 對啊 所以我後來到比較大一點之後 我就發現說 我賺兩萬 我應該給她一萬就好 要不然我自己都沒錢 二分之一 都要跟媽媽要錢 明明是我賺的嘛 那所以說我大學 就是我退伍完之後 其實我退伍也蠻 我當兵也蠻幸運的啦 因為我當兵一個月的軍饗 就四萬多塊了 所以我退伍完之後 我就存了一筆錢 你做政戰士 一個月四萬多 你還記得我政戰士 鄭大哥 傻耶 國民黨的事我都知道 因為我在那個 我在拉法業上面啦 有加急 有加急 對 所以你在航海 你也不會 你在當兵也不會花到什麼錢啊 所以回來之後我媽就說 你那個錢應該不要亂花 你都要在台北 你在台北買房子好了 那我就說房子 那要多少錢 我們就去看房 然後我媽就說 你之前有放一筆 我幫你存錢嘛 所以媽媽拿一百萬出來給你 當你的頭七萬 那這也是你賺的錢啊 所以房子就是你的名字 媽媽了不起 對對對 可是 可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是不是工作了 對 我就要給我媽錢 那我 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份薪水是兩萬九 我剛退我的薪水 然後兩萬九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買了房子嘛 所以我媽就 偶爾會上來住一下 住一下 我姐也住在我這邊 我弟在念大學 也住在這邊 我媽就覺得 這樣子他都照顧得到啦 他就來來去去 然後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啊 我媽就有 暗示我說 你的錢是不是都在我家 我現在都給你了嘛 你開始賺錢了 媽媽知道你要納貸款 貸款因為我們頭幾款付了多少 因為我們付了兩百 帶一百多而已 所以其實繳得很輕鬆 我媽就說 不然多少錢要給媽媽一些錢 這樣不是暗示 這樣是說明 民事 那我就你知道我賺兩萬九 然後我房貸要講七千多塊 剩兩萬二 對剩兩萬二 我給我媽一萬五 我自己剩七千 因為我媽那時候就常常上來 她就會煮啊 會幹嘛 所以你就不太花錢 對 那後來我慢慢 我就是薪水變多 可能三萬五四萬多 我就給她的錢就也變多 我就從一萬五到兩萬 到兩萬五 因為我媽到後來會覺得說 不要欠銀行錢 媽媽有一些錢 你拿去還掉 這樣你貸款就不用繳了 對 那反正你給銀行的利息省下來 你把那個錢給媽媽 媽媽借你錢 所以我最高一個月 有給我媽兩萬五 當然給給給 給到我的房子都還完了嘛 那我結婚了以後 有小孩了 我就跟我媽說 媽我現在有小孩了 我可能一個月沒辦法給你 兩萬五 我可能一個月給你兩萬 我媽那時候還OK啦 接受啦 可是到後來我從一萬五 第二個小孩生出來 我就變一萬五 那因為後來 我又有房貸嘛 我有在買別的房子 我媽說 你為什麼要買房子 你這樣買房子 後來給我的錢變少了 他就沒什麼安全感 但最後他還是接受嘛 因為我媽覺得說 這兒子不錯嘛 媽媽沒有收入啊 我媽沒有在工作啊 然後因為我爸又不在嘛 他也就收費啊 對 所以等於是我們三個小孩 三姐弟就是會給我媽錢 那我媽後來是 你如果家裡生三個 你就不用給他啊 你就一個都給我 一半都給我 所以我 我跟你講 我算過 我現在給我媽的孝親費啊 從我以前到現在 我算過 我給我媽的身邊 大概四五百萬 這麼多 對 所以我就說 我媽生我 其實她 CP值夠 那現在還有再給嗎 當然啊 我現在一個月給我媽一萬塊 那剛剛會出姐 是講說逢年過節嘛 逢年過節是另外給了 所以一個月一萬一點 就十二萬 生日 然後過年中秋 加一加 可能也要二十萬吧 哇 對 對